嗨大家好,我是喀喀的老吴 越读《道德经》就越觉得老子真的是一个很有性格,很可爱的人 因为他时不时的就喜欢很调皮的怼一怼隔壁家的圣人 要么就是蹦出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 就比如今天这句话叫做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死不善矣 这两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 天下人你们都觉得那些美的东西是好的,其实是不好的 你们都觉得那些人是很善的,其实都是不善的 我第一次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老子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你想想看,天下没有美丑,没有善恶,没有是非 这样叛逆的话,有谁敢说,也就有老子敢说 那真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善恶的吗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欢迎留言告诉我 说来很小,上个月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小小的冲突 当时是有一对客人要来到家里做客 然后既然客人要来了,那我们自然要收拾收拾房间 所以我们全家人总动员就开始打扫卫生 整整一下午,哇,在我的眼里看来 我们家打扫的叫一尘不染,整洁干净 果然晚上客人来的时候呢 先生一进门就说,哇塞,你们家也太干净了吧 我听了心里暗爽,那是啊 我们这个全家收拾了一下午能不干净吗 然后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客人的这个太太啊,她就蹲下来 看着我们家那个两个地砖中间的那个缝 不慌不忙的对我说 这个缝啊,你们可以考虑用牙刷 沾上一些牙膏,然后好好刷干净 我说实话啊 那个第一面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 我内心是有点崩溃的 怎么个意思?我们收拾的这么努力 还达不到你的标准呗 然后后来我又在想,这个事情真的细参起来很有意思 同样一个房子,对吧 我觉得它很干净 但是呢,我的客人觉得它不干净 那它到底是干净还是不干净呢? 那究竟谁是对的呢? 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不就是个小问题吗? 有什么可讨论呢? 但是你看我们生活中,你真的细细去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生活中好像大部分的问题 大部分的矛盾都来自于这些小事情 都来自于,今天扫不扫地啊 扫得干不干净啊,对不对 又有谁能从这样的小问题小矛盾里面跳出来呢? 几乎没有,对吧 那么这件小事情就很值得我们好好的细参一下 这个里边有三重世界 那第一个世界叫做我的世界 第二重世界是女客人的世界 还有第三重世界叫做真实的世界 那这三个世界究竟哪个世界是对的呢? 那站在第一个世界,我的世界来说 我们全家辛辛苦苦地打扫了一下午 这已经是近几天我们家最干净的状态了 那我的世界,我当然是对的 那站在客人的角度来说 他会看到,哎,你看你这两个地砖中间的缝都没有清理干净 你怎么能说你的家是干净的呢? 对吧,在他的世界他也是对的 那第三个世界是什么? 是真实的世界 那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不是对呢? 当然是对的 真实叫实事求是嘛 真实的世界永远是最对的 哎,在这里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你看,我是对的 客人也是对的 但是两个对的人加在一起 好像哪里不对了,对吧 产生了矛盾 那究竟是谁错了呢? 我相信很多物性好的朋友可能已经想明白了啊 我是对的 哈哈 女客人也是对的 但是我们两个的这个对都是在我们的世界里是对的 这都是局限的狭隘的 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叫做真实的世界 而真实的世界有没有对错呢? 真实的世界可能只有一个字叫做是 就是实事求是的是 而可悲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因为站在我的世界里,我是对的嘛 那我就会给他一层评判 我会说,哎呀,你看这个人怎么事这么多 对吧,那在他的世界他也是对的 他也会给我一层评判 他会说,你看这个人,就是一个不爱卫生的人 对吧,那我们两家如果说不断的有这种往来 那么这个评判就会不断的加深 我就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这样的事情 我会一次又一次的给他加深标签 就是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事很多的人 然后他会一次又一次给我加深一个标签 就是这一家人都是一个不爱卫生的人 那我们之间这个矛盾就会不断的升级 其实你说我们人生忙忙碌碌一辈子 我们最终一个最基本的期待是什么 我们肯定是期待幸福吧 那幸福又是什么 就是幸福是一种感受 那么当我们的人生中充满了矛盾的时候 那我们生活肯定不幸福 这个不幸福可能来自于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跟子女的关系 跟太太的关系 跟同事的关系 反正总之是跟一切人的关系 这个关系决定了我们是否幸福 当我们和这些人关系不好的时候 有矛盾的时候 那我们心里一定是不舒服的吧 自然就幸福感比较差 对吧 所以一切的不幸福 其实来自于我们和外在每一个人的关系 有没有矛盾 那么矛盾又来自于什么呢 矛盾其实来自于我们对他们的评判 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评判 对吧 那评判又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善恶 肥丑好坏的标准 而问题的根源在于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所谓善恶 所谓好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么火星撞地球 大家标准不一样 自然就有了矛盾 好 那既然我们人生如果过得不幸福 是因为我们的标准不同 我们的有了评判 对吧 那是不是我们放下了评判 我们生活就没有了矛盾呢 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你看两个人 我对他有评判 我放下了 但是他对我的评判还在 是吧 所以你看儒家就有一个修的概念 他说你要首先要先修身 然后你才有机会去骑你的家 能骑家你才有机会最终去评天下 对吧 所以我们该打扫的卫生还是要打扫 这就是修身的过程 这是第一个难的地方 就是要修身 那第二个难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真的想要去放下这一层评判 我真的去放得下吗 当客人来了 客人跟我说 你看你们家地怎么这么糟 我真的就能不生气吗 其实是很难的 对吗 所以修身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修心 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这个心态分三层 第一层就是我首先放下我对别人的评判 我看到你怎么这么纠结 我先不评判你 这一层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第二层相对来说是更难一些的 就是当客人进你的家的时候跟你说 你这地怎么没擦干净 你是不是依然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不生气 这可能就是孔子说的 叫人不知而不孕 就当别人不了解你 发表了一些他的评判 他的看法的时候 我们依然能做到不生气 这个基本上就到了君子的层面了 我觉得能做到君子的层面 那就已经是非常有修养 你的生活已经可以做到基本上很平顺的状态了 但是如果只在第二层 其实你人还是陷落的善恶对错好坏的分别中 因为你只是在忍 那既然是忍 那就总有一天要爆发的时候 忍不住那就会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第三个层面 就是超越 怎么样超越善恶 怎么样超越对错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家发生过的一个小矛盾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 老大叫盛盛是哥哥 老二叫九九是弟弟 那我们家的这个九九 他就很喜欢橡皮筋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喜欢收集橡皮筋 所以我们每次再去买菜 剩下来的一些绑菜用的橡皮筋 我就给他留着 因为老大也不喜欢 老大对橡皮筋完全没有感觉 他也不喜欢 所以家里的橡皮筋就全都给了老二 那么有一次我们就带着两个孩子去朋友家做客 朋友正好在给我们做晚饭 他们家绑菜的也是一个橡皮筋 然后结果这个橡皮筋 跟我们家所有的橡皮筋就长得不一样 你说这个事情就巧了 结果两个孩子都想要这个橡皮筋 在老二的逻辑里 家里面所有的橡皮筋都归我 每次都给我留着 自然他认为这个也应该是他的 那在老大的角度来看 这个橡皮筋很有意思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突然想要这个橡皮筋 他就觉得 那家里所有的橡皮筋都给你了 那这个橡皮筋我要了又怎样呢 对吧 然后结果就两个孩子就哭哭闹的 就开始争吵了起来 然后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他们两个还是在相互置气 我就问哥哥 我说你觉得你是对的吗 他说我是对的 弟弟不对 然后我又问弟弟 你觉得你是对的吗 他说我是对的 哥哥不对 你看这个事一下子就变得很难办了 对吧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所以才吵架 然后我就对他们说 我说你看你们都很喜欢玩一个游戏 叫Minecraft 中文叫我的世界 我说在那个游戏里边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你在马路边随便可以捡到的苹果 另一个是一个钻石 究竟是苹果重要还是钻石重要 然后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的说 那当然是钻石重要 钻石很难得 对吧 还可以什么升级武器什么 我说你看我们都知道钻石重要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眼睛啊 是分辨不出来什么是苹果 什么是钻石的 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争夺那个苹果 而丢掉了那个更宝贵的钻石 然后这俩孩子一脸懵 显然没听懂 然后我就在想要怎么说呢 我跟他们说 我说爸爸有的时候也会犯傻 会因为谁做家务做得多啊 这种小事情跟妈妈会有争吵 我说你看 不管爸爸是炒赢了也好啊 还是炒输了也好 妈妈都会不开心 都会伤心难过 那做家务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苹果 但是妈妈才是我的钻石 我却因为这些做不做家务的小事情 而丢失了更珍贵的钻石 那我是不是很傻 因为妈妈如果不开心了 那一定不会让我好过的 然后两个孩子就在那儿傻笑 对吧 我说那对于你们来说 什么是苹果 什么是钻石呢 然后他们摇摇头说 嗯我不知道 我说这个橡皮筋就是苹果 而什么是钻石呢 对于哥哥来说 弟弟才是你的钻石 对于弟弟来说 哥哥才是你的钻石 今天你们两个都觉得 这个橡皮筋很重要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过了半个月 你们没有人再会去玩这个橡皮筋的 而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 爸爸早晚有一天 会离开你们两个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因为爸爸有一天生病了 不在了 可能是有一天 什么什么突发的事情 爸爸总有一天 会老去 会不在你们身边 在那个时候 你们才会真正的发现 哦原来 对弟弟来说 哥哥是我的唯一 对哥哥来说 弟弟是我的唯一 你们彼此是彼此最重要的那个钻石 所以爸爸觉得为了一个橡皮筋 这个小苹果 而丢掉了你最宝贵的那个钻石 爸爸觉得太亏了 然后回家的路上 这两个孩子就 就一直在沉默 然后一下车啊 一到家里的车库一下车的时候 我们家老二 蹬蹬蹬就跑到屋里去了 哎呦我当时那个气啊 我当时那个想 这孩子真是没心没肺是吧 我跟他苦口婆心的说了这么多道理 他怎么没听进去呢 然后就没过多久 他就蹬蹬蹬又跑回来了 他拿了一把的皮筋 跟哥哥说 哥哥啊 这是我一半的皮筋 我今天全都给你了 然后后来他又说 哎 其实也不是一半了 比一半少一点啊 因为我还是想留更多的 但是在那一刻 就那句话发生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我的两个眼睛都想 都想这个流泪的感觉 然后老大是什么反应呢 哥哥是很错愕的 很 很受宠若惊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马上就 哎就就就就就就想啊 我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他就跟弟弟说 哎 弟弟其实我手里的这个皮筋 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了 我能不能跟你换一个 你手里那个普通的就好 看到两个孩子又从一个争吵的状态 变到一个其乐融融的状态的时候 我突然就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然后在那一个瞬间 我突然特别理解了 为什么孔子说 我们都要做圣贤 因为真的不是说圣贤 它是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 非常宏伟的啊 你要有大志才能实现的 而是因为如果你不去这样 去做超凡脱胜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永远都会被陷落在 我们自己那个小小的 狭隘的 只有善和恶 对和错的世界里 而不管你选择哪一个 答案只能是很痛苦 对吧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选项 即便今天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来告诉我 你要学会放下 请问我怎么放下 我一共就只有两个答案 我放下哪一个 那么今天老子在道德经里 给了我们第三个选项 就是超越 就是爱 让我们可以在善恶对错的世界里 但是不落入善恶和对错 教会我们可以通过爱的方式 来实现超越善恶对错 这层超越就叫做了凡成生 好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很期待能够在留言区里看到大家的反馈 好如果大家喜欢 也请别忘了点赞订阅 多多支持我们 我是卡卡的老五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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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 好 好 总 uck